之前我们说过吉隆坡市中心值得入手的楼盘 那么这一期我们来聊聊 吉隆坡的后花园安邦使馆区优弹 安邦使馆区是围绕着 决然而皇家告夫球场一圈的区域 整体的面积其实并不大 主要是以各种独立和永久产权的 别墅地块组成 其中一些是各国的领事馆和领事官邸 还有一些是后期经过开发的 楼层比较低的大平成 自从吉隆坡国际学校ISQL签到了这里后 这里的房子不管是租金还是买卖 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安邦使馆区距离双子塔只有1.5公里 但是只要你进入这个区域开始 你就会明白什么是闹钟起劲 是有多舒服 在这里房子单价一般都在 2万到2万的人民币一平米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些 他们有楼中楼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Normerton Crest 小区里面只有6套带有私家泳池的单位 596平米 现在的卖价差不多是700万马币左右 还有Match Mansion的楼中楼单位 也带有私家泳池 731平米 卖价现在大概在880万马币 这些单位都是使馆区里稀缺的房源 回到现实这些动辄大几百万只适合作为自住的用途 流通性肯定是会比较差的 加上总价和土地售价差不多 如果是有这种预算的话 不如你入手这里独立产权的地块更为合适 在吉隆坡2040年的规划蓝图里 吉隆坡使馆区会成为重点重新发展的行列 其中大量的住宅土地也能提高自己的农机率 会有机会转换成商业用途 所以近期土地买卖也相当受欢迎 当然这些土地最少的预算都是在1000万马币或以上才行 在今年大年初八开盘的使馆区小面积的住宅 它可以正式进行全约 这个项目作为使馆区小面积的住宅天花板 是开盘就被预定一空的 单价是1.8万到1.9万人民币一平米 从128平米三个卧室 到158平米四个卧室 虽然目前没有单位可供选择 但是随着签约进行 我估计还会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成功签约的 我们就可以拿下他们的单位 这个项目呢 它是七方 如果可以等的朋友们 真的可以闭眼路的 好了 我是秦炫 马来西亚就这么回事